一天能挣将近七千的工作,而且还供不应求,排队预约的人已经能排到第二年。 你知道这种工作是什么吗? 前段时间,一位九五后的女孩火遍全网,她的工作就是刮镊子,并且刮出来的镊子还从不抹平。 并且她在墙上刮镊子作画,每一幅画的平均价值都在四万左右,基本上六天就可以完成,贵一点的甚至能达到六七万一幅。 算上她休息的时间,一个月的收入能轻松达到六位数,年收入轻轻松松上百万,年仅二十六岁,就达成了可能有些人要奋斗一生的财务自由的目标。 她记录工作日常的账号,也因为她本身与工作之间的差异感,为她带来了大批的粉丝和流量,不仅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给她点赞,甚至还发文章表扬她。 直至今日,她在某音上已经拥有了将近千万的粉丝,最火的一条视频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.1亿播放量。 那么她的成功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 今天,宝宝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壁画世家家成名之路吧。 家家原名叫做张丽佳,出生在安徽的一个农村家庭。 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差,父亲送外卖,母亲则是一位清洁工,和大多数的农村孩子一样,父母为了忙于生计,支撑起家里的生活,不得不将年幼的家家留在家里,和外公外婆一起长大。 但凡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景象,再回到满是泥泥的农村,总会有不一样的落差感。 而读了不少数的家家也是如此,见识过大城市的繁荣之后,随着年龄的增加,现实所带的冲击也就越大,所以年幼的家家心里也就埋下了一颗向往的种子。 也许正是应了那句话,穷人的孩子早当家,小时候的家家总是特别的懂事,虽然特别喜欢画画,但也并没有向父母提出过,仅要去培训班的要求。 只是在上学的时候,经常喜欢对着课本里的插画临摹,随着临摹的次数增多,从她手里出来的画像也越来越像,所以经常会看到有同学排着队找她。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,这也更加坚定了家家心里对画画的执念,直到高中时,家家想要参加艺考,但是无疑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,画画这种艺术性的东西。 在父母的眼里,远远不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使用,并且学习艺术所带来的花费,对于家家的家庭来说,也不是一笔能够拿得出来的钱,相对于艺术,生存对他们来说显然更加的重要。 但是如果放在五年前的家家,或许会把这件事情在心里压下去,但是学习过现代教育的家家,知道这是最容易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,也可能是自己唯一的机会,所以这次的家家出奇的坚定。 最终家里人终究还是妥协了,也许是因为他们也不想多年之后,自己的女儿也如同他们这样,忙碌一生。 高中毕业的家家不负众望,成功地考入了广东五一大学服装设计专业,但是学费的事情却一直成为了他心里的一个痛,也成为了支撑他前进的一份动力。 为了能够继续上学,也为了能够缓解自己一份的愧疚,大学时的家家在业余时间一直在做兼职, 大夏天穿着玩偶衣服发传单,将几千次英文稿件打成电子版的打字缘,还有坐着不动让人在脸上乱涂乱画的面装模特, 但是他知道自己上大学的目的,绝不是为了做兼职的,并且挣钱之余,他的专业课也没有因此落下,甚至还获得了二等奖学金。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,才养成了家家如今吃苦耐劳的性子,也才能让他一个女孩能够扛得住,在工地吃住。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,同样是因为兼职的原因,家家接到了一个单子,单子的老板是学校旁边的面包店, 老板的面包店开业,但是嫌面包店里太单调,就想找人在墙上画一些简单的黑色线条。 经过重重联系,这个单子最终也到了家家这里,家家虽然有着绘画功底,但是在墙上作画和纸上显然不一样, 可能是老板也知道,这样的单子很少有人接,所以给的报酬也是相当丰厚。 经过家家的仔细摸索,他发现壁画和服装设计有着不少的相通之处。 想到这笔丰厚的报酬,家家还是决定接下这笔单子。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,耗完之后,老板很是满意,按照约定支付给了家家约定的老酬。 经过这次尝试,家家发现自己的兼职业务似乎可以变动一下,原本仅仅依靠体力换来的报酬,不仅非常的累,还非常的少, 最重要的是对于自己的学业并没有多少帮助,于是家家便决定将自己的主要目标放在壁画上。 因为有过成功的经历,想要再接单子,至少不会局速无措了。 果不其然,这方面的业务还真不少,家家也因此接到了不少单子。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,这种工作不仅要经常爬几米高的缴手架,要进行高空坐化很危险。 更重要的是,老板们经常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拖欠尾款,虽然费了很多力气,也并没有收获太多的回报。 但是家家还是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,甚至还把自己没拿到钱的原因归结到了自己的学艺不经。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临随又一次地不断总结,然后不断地改进。 但是当初的家家在墙上画的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,当时她画的还是平面图。 直到有一次,同学们知道这个女孩缺钱,并且还在做着有关壁画的事情,就将一份给社区画壁画的工作介绍给了她。 要在150米的墙上画上三组壁画,最高的地方甚至能够达到9米,并且工具极其地简陋。 脚手架也是用竹子搭建的,尽管她也在得小心翼翼,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。 负责支撑她作画的竹竿突然断裂,导致脚下突然踩空了,险些从9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。 但是她也顾不得喊疼痛,周围也没有人,她能做的就是自己慢慢地爬起来,然后再次回到脚手架上,继续自己的工作。 然而她的坏运期并没有到此结束,虽然险些丢掉性命,但收工时老板还是用各种理由去腾涉她,不想给她结款。 甚至已经完成的壁画后面还修改了无数次,原先说好的尾款也没有到账,费时费力,换来的却是竹篮打水,一场空。 也许是因为佳佳见惯了这种场景,第二天起床之后依旧是活力满满,虽然壁画的生涯无比的悲惨,但是佳佳在毕业之后还是想要做一名壁画师。 面对如此危险的工作,可想而知家里人是什么反应,毫无疑问的,家里第二次炒饭了天,但是一款成熟的让人心疼的佳佳, 再次和义考的反应是一样的,违逆了父母的想法。 虽然在父母的眼里,20岁出头大学毕业的女儿应该做的就是在办公室里吃空调,但如今她的生活却要一辈子围绕着墙壁过日子,并且还是这么危险的工作,任何一位做父母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去这样,但是佳佳却并没有听父母的话。 大学毕业之后还是找到了一家土疗公司去上班,一年四季到处出差,渴了就喝口水,累了就在高档别墅的地板上顺一脚,拿的工资也只有寥寥的2000元以赴。 2018年自媒体突飞猛进,做了程序员的表哥建议她将绘画的过程记录下来发到网上,但是一开始因为佳佳的沉默寡言并没有什么人看,但是经过不断的积累,这位95后的女孩终于被发现,直到如今已然有650多万的粉丝,她的画作也因为她的名气水涨船高,相比之前涨了将近20倍,甚至更高。 据她自己透露,她的年收入已然过百万,家里也不再否定她的职业,如今反而深意心催促她赶快找对象,如今佳佳从公司离职,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也在很多城市开设了很多的培训班,虽然网上如今对于佳佳的评价依然是褒贬不一,生活不易,各凭本事,尽管壁画师如今依然成为热门的行业,但是她的市场需求量还是有限,一般的家庭不仅难以负担这笔支出, 同样也没有地方支持,关于壁画师佳佳的奋斗之路,我们到这里就讲完了,如果有喜欢的网红或者励志的人,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。